走囉!快點! 快點! 走囉!走囉! 欸!年輕大!快點! 走!散步了!散步了!走! 走! 好!好像快要冬至了齁! 各位! 應該是到了吃湯圓的季節了! 不是年紀! 吃湯圓的季節了齁! 剛剛在店裡看我媽在那邊自己搜鵬 蠻厲害的! 其實很多像這種 鄉下婦女喔! 還保留了很多的技能! 比如說呢! 現在大家可能在冬至吃湯圓 可能都是去超市啊! 或者是去市場買湯圓!現成的! 但是呢!我們家喔! 就我媽呢! 我們從小到大! 基本上湯圓! 都是我媽自己搜的! 她會自己買那個什麼! 我不知道那個粉啊! 然後去弄! 我有把它錄起來啊! 到時候我再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我媽呢! 除了會自己做湯圓以外呢! 她還很會自己做菜包! 你知道菜包嗎! 就是那種! 把湯一樣啊! 就是跟湯圓一樣! 就是外面湯圓不是這樣! 那個叫什麼! 那是糯米粉嗎! 還是什麼! 然後呢! 她會把它弄成! 就是加一點! 食用色素變成紅色的! 比較喜氣! 然後裡面呢! 再裝一些菜料! 然後拿去蒸! 就變成非常好吃的菜包! 然後我媽每年呢! 只要到這個季節喔! 我媽都會做! 都會自己做! 然後都會做很多! 然後分送給左右鄰居吃這樣子! 所以鄉下都這樣子啦! 所以等一下呢! 我媽因為現在 她去果園餵貓! 餵完! 我順便帶他們來這邊散步! 散步回家呢! 我媽就會開始蒸她的菜包! 我全程都會錄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記得好像之前有分享過啦! 但是呢! 就是! 紀錄一下嘛! 每年這個季節呢! 都是要吃一下! 分給一些呢! 可能沒有看過做法的朋友! 分你們看一下! 走走! 臺南會不會冷喔! 今天有點涼啦! 中午蠻熱的! 中午我還是穿吊嘎! 但是因為我剛剛騎機車過來 所以我有穿外套! 但是! 我們這邊還是沒有下雨! 那下午開始有點轉陰了! 太陽被雲層遮住了! 不然呢! 中午是超級大太陽! 我們幾乎每天都是這樣子! 就是像昨天講的! 就是! 可能中北部的朋友! 很多地方都在下雨! 然後呢! 可能! 還有氣象局說什麼! 欸! 台北的部分可能要下到明年了! 啊! 我們這邊呢! 都沒有雨! 我們也很喜歡下雨! 因為! 這邊的水庫都還蠻吃緊的啦! 所以希望可以下一點雨呢! 補充一下水分! 但是! 現在不下雨! 不過呢! 天氣好! 有天氣好的方式! 就是! 我們走路! 地板不會濕! 然後! 空氣很好! 很舒服! 哈哈! 快點! 走! 走! 等一下回家就可以吃湯圓了! 然後! 我媽一直交代我! 不要讓多多玩石頭啦! 因為多多的! 怕牠牙齒會壞掉! 所以我今天有特別帶了一顆球! 帶了一顆球! 喔唷! 被我多多看到了啦! 哈哈! 今天! 帶了一顆球來給多多玩啦! 啊! 沒辦法! 年輕多! 很愛玩石頭!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找個草地丟! 好不好! 等一下! 他只要看到球多多就不看路了喔! 非常非常認真執著! 怎麼樣! 換屏喔! 來! 來! 這邊有草地! 來! 等等! 準備! 1! 還沒還沒! 1!2! 去吧! 體力無限欸!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冬至啦 因為我剛出發前 我沒有看一下行事例 不知道 反正就是冬至快到了嘛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氛圍 所以呢 就到了池湯圓的季節啦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們舅舅還在後面慢慢走 走來 明天才是冬至嘛 反正沒差啦 又不一定要冬至 當天才可以吃湯圓 政府沒有規定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吃湯圓去吧 去 好像用而已 笑用的 來 笑給我 漂亮喔 漂亮喔來 來 去吧 你看好天氣配上這種 熱血青春運動的畫面 就非常的適合 像這個曲交給我 在旁邊走來走去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阿嬌的咧 阿嬌的跟這個叔叔 這位大叔呢 一樣的步伐在後面慢慢走 對 要去哪裡 走了走了 然後剛剛呢 欸我不知道 現在 現在的流行是怎麼樣 就是長輩們的流行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寶可夢呢 其實在台灣呢 目前呢 已經 就我所知 應該紅了有一兩年了嘛 阿這之前不是有很多老人會抓寶嗎 阿有一些老人就是會有神器有沒有 就會來腳踏車上面有好幾十支手機 然後在那邊一次抓寶的那種 老人軍團 那以往喔 我們這個運動公園這邊呢 也有一個抓寶的地方 然後 剛剛呢 就是我們車停好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老人跟一個年輕人 兩個人在那邊討論 我想說呢可能是在 兩個人在爺孫之間在討論一些事情 結果不是 他們在討論抓寶的內容 然後才勾起我又想起 現在還有人在抓寶耶 那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寶可夢呢 在我的人生呢 其實沒有 沒有 參與過我人生的一些階段 所以我對寶可夢不大手 我只知道皮卡丘 其他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寶可夢在紅什麼 不過 其實像很多地方喔 就走到像公園啊 或者是我在市區 像台南南訪購物中心旁邊 那邊都有很多人 有的時候我都以為是 集體家長在那邊接送小孩下課 結果不是 大家在那邊抓寶 那現在看到集體抓寶的部分呢 我們鄉下這個地方比較少了啦 不過 不過呢 我覺得最近有一個機器非常的紅 就是電玩機器 我們預警的Seven也進了一台 就是呢 我在台南的南訪購物中心 跟很多的百貨 因為我現在有小孩 所以我們都會去 去百貨的話 我們都會去逛那個 有兒童用品的樓層 然後呢 兒童用品呢就會有一些玩具嘛 加上我老婆最近又迷上什麼角落生物 所以她都一定要去逛一下 那個玩具的樓層啊 然後都會看到呢 就是有寶可夢的遊戲機 然後那個遊戲機就是好像是插卡 還是你就投錢 然後就可以玩 然後呢 就是對戰嘛 然後什麼 可以補貨 補貨就會有卡 什麼之類的 就看很多人在玩 然後我們預警的Seven呢 也是 就那一台 超多人在玩的耶 感覺好像很好玩 所以我都 我都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 因為那個 時代在改變嘛 啊我兒子呢 雖然現在才11個月喔 不過 如果再大一點 如果那個時候寶可夢還在流行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會陪她一起去抓寶 我這樣講好了 在幾年前喔 我跟不得不哥 我跟不得不哥他們呢 去那個 去日本 然後我們去逛秋葉園的時候呢 不得不哥他還會 就是 幫 小孩買一些什麼 那個叫什麼 就是寶可夢的卡 我 他還特別上網去搜尋哪裡 有在賣那種寶可夢的卡 那時候我還搞不懂說為什麼 這個卡到底是什麼 後來發現 欸這個卡很值錢耶 就是如果你曾經有在玩那種什麼 有在收集什麼球員卡 像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在收集職棒卡 然後男生呢 有些會收集一些籃球卡 就是籃球 美國之籃的啦 台灣之籃的都有 那我以前是會收集中華職棒的棒球 棒球卡 那個感覺都還蠻值錢的 現在已經呢 不同的那個已經變到是寶可夢上面了 所以 欸 有的時候 如果我們單身 沒有小孩 那無所謂 我們就繼續走自己的世界 但是有小孩以後呢 欸小孩這個世界 你還是要多少要認識一下呢 不然以後呢 跟小孩可能 可能會有一點隔閡 但是我是不確定啦 因為 HAPPY才十一個月 所以等到他開始會玩 可能三四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寶可夢 我不知道還流不流行啦 但是 先做一點功課呢 到時候 欸 比較不會有那種斷層 多多 你有吹到嗎 大概是這樣啦 而且 像我們那個年代喜歡的 童年的東西呢 跟現在小朋友喜歡的完全不一樣 那天剛好 跟 剛好 我們有一個朋友的群組 那群組呢 裡面就是 很多人都當爸爸媽媽了 然後就會聊說 欸最近大家忙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有一些人分享他們的小孩 他們的小孩呢 在幹嘛 在打一些線上遊戲 然後呢 我們大人看不懂的 就很 其實簡單講就是無聊啦 有點像樂高 或者是那種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名字 然後 反正就是 還要戴著耳機 然後跟同學這樣線上連線 在那邊打 阿當然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不一樣啦 很多連線呢 有很多種方式 電腦連線的也有 手機連線的也有 就是比如說 像我個人也沒有打過什麼傳說對決啊 那種 還有什麼吃雞那種 我都沒有在玩 因為我對我來講 欸 太浪費時間了 呵呵 我所以 我沒有在 在沉迷這種 這種連線式 對戰式的手遊 所以呢 這部分 也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畢竟 時代真的在改變 小朋友長大的時候呢 可能 他們也會玩到類似這一種的 那當然你就要去了解 小孩在玩什麼 小孩在玩什麼呢 我並不會很限制他們去接觸這種東西 但是就是 不能玩物上智嘛 就是 還有就是 很多喔 我在幾年前呢 我姑姑有生小孩 然後姑姑的小孩呢 會來我們店裡面打工 就有可能暑假寒假呢 會來店裡面打工 然後打工呢 賺了錢幹嘛 去買遊戲點數 跟我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小時候呢 你怎麼拿下來呢 我們小時候啊 就是存錢呢 可能會去買玩具 實體的玩具 比如說什麼 聖鬥士啦 或者是一些魔神英雄傳啊 或者是那種五隻獅子組合的那種機器人 而且 我一直記得一件事情 在我們那個年代 機器人幾乎都是超合金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的機器人都是塑膠的 怎麼感覺差很多 怎麼年代越來越退步 現在超合金超貴 小時候呢 我們的機器人都是超合金 啊很重 然後以前的那個年代 也算貴 但是也 大概也就一千多塊而已 但是現在超合金喔 你說你有在玩遊戲 有在收集公仔 或者是機器人的朋友 超合金超貴 我記得幾年前我在台北 台北車站地下街 那些遊戲的那個地下街 什麼歪 歪吧還是多少 我忘記了 然後那邊有很多的 就很多電玩嘛 然後有很多的公仔遊戲 那有的時候想說 欸 口袋裡有一點錢 那 想要買一些玩具回家放 然後呢 就想說欸 因為很多玩具我都不熟了 啊大部分你看到都海賊王 海賊王我是很熟 但是我沒有想要收集海賊王 或復仇者聯盟都沒有 然後就想說 欸 要收藏就要收藏一些比較有 自己覺得有價值意義的 所以我就去看了無敵鐵金剛 啊 無敵鐵金剛呢 超合金 超貴的 買不下去 後來就不買了 那後來呢 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一個我個人的觀念 概念 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有的人喜歡玩具 有的人可能喜歡 像我就喜歡收集相機鏡頭 然後呢 我很多朋友他們都會收集公仔 但是我為什麼不走這一 不跳這一個坑呢 欸 第一主要是非常花錢以外 第二是 你知道你要有公仔 你要有玩具 模型啊這些東西你要收藏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另外一個重點是你要有地方可以放 那個很重要 所以呢 你不能說欸 我買了以後然後就隨便堆一個地方 有些比較講究的 他們可能會買那個模型櫃來放 如果你收集越多 你的櫃子就越多 你的家就越來越小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樣子的投資 當然每個人見仁見智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有的人覺得就是很爽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 反正就是看的 就是你買回來只能看嘛 你又不大會玩它 你就是擺著然後自己看爽的 所以後來我覺得 這種東西呢 用海報來解決就好了 海報就薄薄的一張 然後貼在牆上 你心情不好還可以換 然後呢 也不會佔空間 然後呢 視覺上心靈上呢 都有一種滿足感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的價值觀 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我就 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怎麼沒有去 你不是喜歡復仇者聯盟嗎 你不是喜歡海賊王嗎 你為什麼沒有在收他們的公仔 我看很多youtube 或者是我很多的朋友呢 其實都有在開箱公仔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那種很大的 很大隻的那種 我一尊的生命 你知道嗎 就是呢 可能 那個一大尊呢 可能比我們家 比我們那個廟裡面的 那一尊 那個玄天上帝的那個 金身還要大隻的 都有 那個真的 我是覺得好看 真的還不錯 但是呢 就是 滿佔空間的 我覺得 你放在那邊也不大會玩 就是看 放著看好玩的 就覺得 我個人覺得滿可惜的 所以我個人沒有 跳到這一個坑裡面 我覺得 不想 我希望把生活空間呢 留下來放一些垃圾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 囤積垃圾的習慣 唉唷 我們家的東西真的滿多的啦 所以 預計在明年 大概三四月到 房屋裝潢好 可能五六月六七月 教屋的時候 之前呢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小功課 跟一些 一些心靈上的成長 這些功課跟成長是什麼呢 就是斷舌梨 這很流行的一句話 斷舌梨 然後我日本的妹妹 那個 屁桃他媽 他是一個 非常會整理家務的一個人 他從學生時期就很會整理家務 然後呢 可能也是 喜歡日本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注定要當日本的太太吧 你知道日本的太太呢 很會收納 那我妹就是非常非常會收納 她呢 可能一個空間 她可以去弄很多東西 把東西歸位 然後變得很整齊 然後呢也不會凌亂 然後東西都可以收得很好 我覺得這個滿厲害的 所以我妹在回日本前 她有給我一本書 就是斷舌梨 她說 林佳 我跟你講 你的家 你如果不做一些斷舌梨呢 你不做一些改變 你家只會越來越亂 就算你再大的房子呢 你東西也只是會越囤越多 我覺得滿有道理的 因為說真的 有一些東西你放著 放著 久了也不用 還是滿浪費的 就是 除了佔空間以外呢 那個東西也是放著 然後 對她來講也不好 如果以玩具種動員 他們是有靈魂的話呢 他們是會哭泣的 因為 你沒有使用她嘛 所以呢 我在想說 在搬家前呢 我可能會 會整理幾波一些東西 就是我用不到的東西呢 要嘛就拿來做拍賣 然後拍賣就是所得 就捐給那個流浪貓狗 好就是 那有一些東西呢 就是 送給親朋好友啦 用不到的東西 然後盡量讓家裡保持清空 淨空的狀態 然後 像昨天喔 因為最近我們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我們HAPPY呢 已經關不住了 十一個月了嘛 然後 我們給她的城牆呢 她已經會跨過去 她現在已經會從城牆 床底下爬到床上面 然後 她現在 給她 給她站立的那個玩具桌呢 也關不住她了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 要把家裡面稍微清空 然後 給 HAPPY一個更大的空間 讓HAPPY可以在那邊玩 可以在那邊爬 而不是只是關在一個 小城堡裡面 就是 已經到了這個level了 所以呢 東西真的要清空 所以 真的 我覺得 現代人喔 其實簡單講 貨物非常非常方便 我個人就是一個 非常愛在網路上買東西 甚至現在自己在網路上賣東西啊 偶爾開個團之類的 但是呢 講白一點 我每次開團 我都會跟很多朋友講 我說你有需要再買 沒有需要真的不要亂花錢 但是呢 當然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需要 我們都是想要 而不是需要啦 所以呢 就會買一堆有的沒的 啊 用了一兩次可能就不大用了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這部分呢 我自己沒有太多的說服力啦 因為我本身也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呢 還是要告訴自己 就是 該用的 該省的 然後呢 該丟的 斷捨離一定要做好 跟各位分享 因為說真的啦 很多東西生不帶來 死不帶走啦 啊你擁有那麼多東西 其實 你到時候也是 也是丟在這 也是放在人間而已啦 好 帶不走的 所以呢 有的時候 生活空間 生活品質要好 空間很重要 啊現在房子其實都蠻貴的 然後空間又不大 啊如果你東西 小東西又買了一大堆 然後囤一大堆 你的生活空間 生活品質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我會自己先做一些調整 然後 到時候看怎樣 如果有 有機會拍個紀錄片 把我們現在這個 很凌亂的房子呢 做一個斷捨離 然後呢 把它回歸到一個 乾淨舒服的 這個空間 喔這樣子呢 我覺得就很棒了 好 走 來多多再一次 唉唷 這一顆球好像被它咬 有點碎開了 裂開了 去吧 要整理是真的很懶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最大的 最大的 致命傷 斷捨離呢 基本上講起來很簡單 最難的部分就是整理 最難的部分就是丟 最難的部分就是 克服懶這個字 所以呢 有的時候 就當做運動嘛 對不對 做家事呢也是可以消耗卡路里的 整理一些東西 我是這麼講啊 我之前好像有跟各位分享我自己一個概念 就是每天進步一點點 有一天你會發現你進步很多 那如果同樣這樣的邏輯呢 你放在這個斷捨離上面 其實我覺得好像蠻可行的 你就每天整理一點點上班前呢 就整理一些 或者是晚上睡覺前 洗完澡休息的時候呢 花一點時間 20分鐘也好 30分鐘 10分鐘也好 整理一些你要丟 要捨的東西 然後呢 每天出門的時候把它處理掉 這樣子呢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你會發現東西越來越少 但是當然在這個期間喔 你要停止亂買東西 不然的話呢 你可能買的東西 比你丟的東西還多 你就只能一直不斷的在囤積 所以呢 就只能這樣啊 我也希望呢 就是 在搬家前呢 可以把我現在的環境 先把它弄好 這樣我之後搬家也比較輕鬆 東西也比較少 然後呢 空間清空了 小孩現在剛好在長大 也可以給他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他玩耍 可以讓他 玩 活動的空間啊 好了好了 沒有要玩了 走了走吧 走吧我們要走了 走了 阿鳥走 阿鳥走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又聖誕節嘛 聖誕節其實 最近又有一些交換禮物 那我不知道這幾年呢 其實大家都喜歡玩一個遊戲 叫做交換禮物有一個好禮物跟爛禮物 天堂禮物跟地獄禮物 那通常天堂禮物不要講啦 通常都是好東西 阿可能是喜歡或不喜歡 但是呢 爛禮物就是一個垃圾 就是送垃圾給對方 然後就是 你如果 你有一些朋友要玩呢 你要斷捨離 你就把你的垃圾清一清 然後拿去交換禮物 把它送給別人 這也是功德一見 有一些垃圾呢 可能對你來講是垃圾 就對別人來講可能是一個好東西 這也是很難講 所以呢 大概就這樣 那接下來聖誕節過完了 明年 2020年呢 我們要結束了 結束完以後就是新的開始 2021年了齁 然後呢 再來就是過年了 過年也是要大掃除啦 所以我覺得在大掃除之前呢 然後就是把自己 就每天整理一點整理一點 該丟的 該捨的 就把它丟一丟 這樣子呢 生活會比較愜意一點啦 然後跟你們分享 那當然我這些講的都是幹話 為什麼是幹話呢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做到 所以呢 我只是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想法 要跟大家共勉之 因為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 跟我有一樣的狀況跟 跟 跟 問題啦 所以呢 先把一個 先把一個目標定出來 這樣子呢 比較有一個 動力去完成 好 所以希望 我希望啦 就是我自己還沒做到 我希望呢 可以好好的 在這幾個月的期間呢 交屋前呢 把斷舍離做好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 稍微聊到這邊喔 我們要回家了 掰掰